好了 我們來關心的是 最近手搖影出現了不少爭議 而且蠻多的品牌在網路上 討論都蠻高的 現在有網友就指出 像是北區的50欄 將要停賣可可芭蕾 還有可可芭蕾拿鐵兩款飲品 也引發網友討論 愛喝手搖影的觀眾朋友們要注意了 連鎖手搖影50欄 又有飲品要下架了 網路上有網友透露 北區50欄將要停賣可可芭蕾 可可芭蕾拿鐵兩款飲品 各分店在售完之後 就不會再繼續進貨 直呼客人悲傷 員工歡呼 有不少的巧克力控粉絲就哀嚎 直呼可可芭蕾是每個月的精神支柱 也有其他網友說 台南早就沒有可可芭蕾了 飲料停賣也引起了網友熱議 好了 我們來看到提醒大家 平常千萬不要隨便亂吃止痛藥 對身體是非常的傷的 台中有婦人她罹患了晚睡到症候群 一隻手開刀康復之後呢 另外一隻手因為症狀沒有非常的嚴重 所以她都採藥物治療 她長達一個多月的時間都服用 肺類肺類固醇的止痛藥 但是卻因為腹部疼痛突然進了急診室 最後查出事 胃腸孔醫生認為可能是平常 止痛藥吃的太多 低頭敲鍵盤打字長時間使用滑鼠 可能罹患晚睡到症候群 也被稱為滑鼠手 但這也是家庭主婦 鋼琴家 老師 木匠 電子機械技工 甚至餐飲從業人員常見的職業病 台中一名61歲婦人 因為罹患晚睡到症候群 長期服用止痛消炎藥造成胃穿孔 右手就晚睡到症候群 並且接受過手術並且改善了 那這次左手的部分開始發作 所以 但因為症狀還沒有很嚴重 所以在神經內科的部分 有使用肺類骨唇類的止痛藥 大概已經長達一個多月的時間 醫生說這名婦人突然腹痛 被家人送急診 做了X光檢查 發現他胃部有大量空氣 疑似長氣外露 再進一步的電腦斷層掃描 證實是腸胃道穿孔 醫生說肺類骨唇類的抗發炎藥 或止痛藥傷胃 長時間使用容易造成胃潰癢等副作用 萬一患者就醫時 胃穿孔破洞超過三公分 不但要接受半胃切除手術 甚至會因為嚴重附膜炎 導致生命危險 所以腹肺中的產生其實就是跟 你有沒有吃到過量 你有沒有吃過長的時間 醫師藥師提醒 使用止痛消炎藥 最好搭配胃藥 最重要的是超過兩週以上 長期使用患者 建議每一到兩週 要更換不同類型的止痛消炎藥物 降低長期使用 造成胃潰癢或胃穿孔的風險 TVBS新聞 黃國軍紅彩輪 SNG小組台中採訪報導 好的確藥真的是不能亂吃 因為其實真的還蠻傷身的 因為大家現在其實都非常注重身體健康 我們今天健康時間要來聊到的是 現在很多人在家裡面自己煮菜 可能都會使用橄欖油 因為相較來說呢 橄欖油感覺好像比較健康 的確它是富含豐富的營養素 但是醫生也有提醒 其實橄欖油還是有分 有些橄欖油是不適合用在 高溫烹調上面 有可能會導致離癌的風險提升 我們先跟大家來看一下 這個衛福部統計 其實罹患肺癌的國人 有53%的人都是沒有抽菸習慣的 那到底為什麼呢 當然這也是大家很努力 要去進行研究的 現在我們剛剛講到這個橄欖油 用來烹飪 也是很多人越來越 這樣子下廚的習慣 因為橄欖油富含豐富的 Omega-9 對我們的心臟還有心血管 其實都還是蠻健康的 但是像我們剛剛講的 不同的橄欖油 適合料理的方式不太一樣 一般我們常見的橄欖油大約分成兩種 第一種叫做所謂的精緻橄欖油 它的發煙點比較高 發煙點是什麼呢 發煙點也就是這款食用油 在煮東西的時候可以承受最高的溫度 這個精緻橄欖油 它承受的溫度大約是230度 所以它比較適合用在炒菜還有煎東西 但是醫生也有提醒 它還是不適合拿來炸或者是高溫烹調 因為像這樣子長時間的炸 或是高溫烹調太久 會產生所謂的致癌物 多環芳香聽 還有丙溪溪胺 這些都會增加我們心臟病 還有癌症的風險 這是第一種橄欖油 而第二種橄欖油 也是大家非常常聽到的 我們所謂的初榨橄欖油 這種初榨橄欖油 相對它的發煙點就比較低 大約只有160度到190度 所以它比較適合拿來涼拌 或者是低溫的烹調 那麼醫生就有特別強調了 我們平常烹飪煮飯的時候 用油的習慣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那除了我們剛剛講到 這個兩款橄欖油 還有比較常見的一些油 像是花生油 麻油 葵花油 大豆油 雖然這一些油它的發煙點 就它可以承受的溫度 其實是比較高 所以炒菜的時候 不會有太多有害的油煙 但是它裡面還有比較多的 Omega 6 也就是說如果你吃太多 其實身體容易處在一個 慢性發炎的狀態 那所表現出來的 包含上是嘴破 掌紅疹跟過敏 這一些都表示我們身體 正在處於一個慢性發炎 所以這一些食用油呢 相對來說常吃對身體也不好 那麼醫生其實還有推薦 另外一款植物油 也就是所謂的酪梨油 酪梨油它的發煙點也蠻高的 可以承受271度 也就是高溫上 讓它比較不容易變質 像是我們炒菜煎炸這些都還蠻適合的 而且它也有富含Omega 9 對於這個抗氧化心血管健康都還蠻好的 另外還有苦茶油 發煙點也是有250度 也富含Omega 9 還有維生素E 對於我們抗氧化 幫助消化 還有增強免疫力 效果都不錯 所以這些就讓大家參考 如果下一次要烹飪的話 如果家裡你是使用橄欖油的話 記得拿出來檢查一下 自己的橄欖油 到底是不是適合高溫烹煮 免得反而吃下去對身體比較不好 好另外我們來看到的是 這個最近天氣非常熱 當然有時候口乾舌燥的時候 就會想要來一杯飲料 感覺可以比較解渴 但是現在醫生就有講 這樣子有可能會染上所謂的寶特瓶症候群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寶特瓶症候群 其實它是有點類似急性糖尿病的症狀 也就是你平常可能會喉嚨乾 然後血糖飆升 通常表現出來的症狀是多尿 很容易有倦怠感 嚴重一點肚子疼痛嘔吐 甚至可能會失去意識 會出現這樣的症狀 其實都表示你的糖分攝取太多了 那要怎麼知道自己糖分是不是攝取太多呢 其實一般來說 我們的成年人世界衛生組織是規定 一天攝取的糖分大約是25公克以下 這相當是8顆方糖 那我們平常喝的這些飲料 到底有多少的糖分呢 像是一瓶500cc的汽水 它大約有18顆方糖 就是遠遠超過我們一天可以攝取的量 那像一瓶奶茶也大約有18顆方糖 而至於運動飲料 很多人天氣熱會想要喝的 它一瓶也大約有9顆方糖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這些常見的飲料 基本上喝下來都是超過我們一天可以攝取的糖分 那很多人可能會覺得說 其實我們在血糖高的時候 都會有這種口渴的感覺 但如果在這時候攝取糖分比較高的飲料 反而會讓血糖往上飆升 這也就是所謂的惡性循環 所以醫生也提醒大家 如果真的覺得很熱很渴的時候 這時候就是乖乖的喝水就好了 就是趕快補充水分 也可以減少中暑的風險 另外還要特別提醒大家 如果你平常喜歡用寶特瓶喝水 或是喝飲料的話 一定要特別注意 因為像是這個開封飲用過的寶特瓶 如果是在26度的室溫 也就是冷氣房裡面 其實光是5個小時 細菌就會增值4倍這麼多 那如果到37度的室外增值速度更高 就連放在冰箱冷藏 細菌也會明顯的增值 所以醫生就提醒 這個喝過的寶特瓶開封之後 最好就是要馬上喝完 才可以減少食物中毒的風險 所以提醒大家這個寶特瓶 也千萬不要重複使用 因為非常容易 這個有一些毒素 或者是細菌留在裡面的 好另外呢 我們要帶大家來看到 我們先前有跟大家聊過 這個有很多人 或是很多小朋友 會有拿小貝貝或是小枕頭的 或是布偶的這一些習慣 那可能有些人就會覺得 欸長大了怎麼還會有這樣子的習慣呢 其實呢醫生就有講囉 這些都是這個很正常的現象 有些人大部分長大之後 就會逐漸獨立脫離這個小貝貝 但是呢有些人可能沒辦法 這個帶著小貝貝也會讓他比較有安全感 但是台灣的環境是比較潮濕濕悶的 也比較容易產生細菌 如果家長想要清洗的話 千萬不能強制拿走 眼睛啤啤 準備要哄睡午覺 這條白色的小貝子就是必備品 不是蓋著而是抓著貝子睡覺 就連要帶兒子出門 這哄睡神器也絕對不能漏掉 他喜歡的主要三件 都材質大概是這種綿質的 然後從小的話是人家說 有小貝貝的習慣會比較好睡 睡覺前的儀式就是讓他有個小貝貝 他就知道拿著那個小貝貝就是要睡覺了 從兒子出生到現在 一共有四條小貝子輪著替換 固定時間就得清醒 畢竟也會擔心食用久了 上頭會沾染灰塵 他這個算是出門必備嗎 確實不少人都有這個習慣 而且有些還會不給洗也不給碰 睡覺都是緊緊抓住 但其實這算是正常現象 小貝子就像是過渡性課體 媽媽不再食 尤其他特定物品照顧自己 所以對孩童來說 暫時是無法分割的一部分 但這種狀況通常會逐漸脫離 他其實是正常的一個狀況 就是說我們小朋友在發展 神經在發展過程當中 他是從慢慢會從媽媽 跟媽媽在一起 然後慢慢會獨立的過程當中 他需要有些時候在媽媽跟獨立之間 需要有個心理的依靠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他可能會有一種替代物質 像說毛巾玩偶等等 他慢慢到大班就不見掉 因為他慢慢熟悉了 所以這部分其實是不需要強制 不只是小貝子 不偶有時小孩也緊抓著不放 但如果家長強制拿走 對小孩來說 是一種侵略剝奪的行為 這容易會使他們情緒不穩定 也可能會對照護者的信任度 再下降反而反感 這樣的一個小貝貝 他其實是一個對孩子 是有一種安全感的一種轉移 所以先不用過度擔心 因為孩子是非常隨著 家長的情緒在一種同步跟脈動 可以用一種比較柔性的引導 比如說有沒有其他的小娃娃 或什麼可以替代的 然後讓他可以學習慢慢的轉移 但偏偏台灣悶熱潮濕 如果貼身物品不洗 容易會有細菌 黴菌 塵蟎等過敏源 這時家長該如何循序引導 避免孩童過度依賴 關鍵在於千萬不要用強迫 的確裡面是會造成一些過敏的症狀 比較容易出現 所以我們一般建議是 定期還是要 比方說要洗或是乾燥 烘乾等等這一些 你可以跟他溝通 比方說當年想媽媽的時候 也許你也可以拿出新的玩具給他 這玩具是你特別挑過 比較不會過敏的 在育兒的最初階段 就可以先避免孩童依賴同樣物品 可以多項輪替 但如果來不及了 小孩已經形成依賴 記得先和他們溝通 是否能夠每週清洗一次做好消毒 要讓小孩知道東西一樣是他的 而且沒有損壞 只是要把過敏源清除 心理師點出在這過程當中 要試著補足孩子的安全感 就有一歲多的孩子 家長會帶一歲多的孩子 因為他那個不安全感的行為 比如說那個小輩輩的行為 已經到了一種非常固著 所以我們就會透過遊戲治療 跟他在玩的當中去瞭解 他的焦慮特質 或是說為什麼這麼焦慮 他好像就是無時不刻 那個量太多 頻率太多了 可能在我們正常值多的時候 自己沒有把握的時候 問問看 比如說其他的照顧者 然後再來就是我建議 是有專業的一些的評估 家長也不用過度焦慮 需要小輩子或玩偶不是異常 但切記不要強制執行 而是觀察以及理解小孩的需求 否則久而久之 可能會形成不幸認感 特別新聞 李恩智舟宣 台北報導 TVBS新聞直播 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 晚間七點到九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 好